我有說過他就是我的耶穌 我一直覺得我很幸運 辦公室,去看學校每個辦公室的氣氛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那個辦公室其實算是蠻歡樂的 對同事,就像剛剛講的 同事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他通常請他幫忙,他都不會有面肉難色的感覺 他都會說,能幫你是我的快樂 他都常常想拉我去幸福小處 我們也常常開玩笑 出去,奉耶穌之名,出去 我常常幫他趕,說 什麼難過的淋出去 傷心的淋出去 他很會 希望他能夠在別人的人生中 幫他們引領光明的道路 他真的是我們的救火隊的成員之一 沒有在學校裡面 有哪個地方需要他協助的地方 他真的就一不容辭的就跳進火課裡面去了 兩個工作比較之下 他喜歡另外一個 可是另外一個工作呢 可能更需要他去協助的地方 他是可以放棄他喜歡的 那一方面的 而去協助真正有 真的是他需要的耐心工作 每個禮拜五都請 對啊,他每個禮拜五都跟我講 欸,禮拜,這禮拜要記得來喔 然後我說,我也記得 有一段時間也是曾經度過一個低潮期 所以他給我的真相的態度非常的 幫忙非常的多啦 新鳳是我在長大之後最大的貴人 新鳳談到他的信仰裡面的一些 他的理念跟他信念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很自然 我不會覺得因為 他有一個固定的宗教的思考方式 或是他在落實在他的環境和實力當中 那我覺得是不自在的 有時候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啊 他就會說,欸,主耶穌會祝福你啊 然後我為你禱告這樣 有時候我們乍聽之下會覺得 哇,好無難喔 那種感覺就像家人那樣 那譬如說我在工作上啊 也常得到那個金鳳的鼓勵啊 那最近啊,我家人的事情啊 讓我很沮喪啊 金鳳也是啊 很適時的啊 給我一個安慰 是我很珍惜的一個 那很值得信賴的人 有什麼事情他都會盡量幫你們 不管是生活上 或者是精神上遇到的事情 碰到他我就覺得很安心 很多問題會迎刃而解 婚姻金鳳也一直協助我啦 開導我 可是走到最後真的是沒有辦法 但是金鳳他就是 會在身邊一直陪著我 不論我多傷心多難過 他都會支撐著我 這個力量很難以形容啊 不管是孩子的事啊 還是婚姻上的事還是心靈 心靈上的無助啊 他都會一起幫我祷告 金鳳是良師益友 然後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 所以呢 如果金鳳在的地方就會有我 如果金鳳不在這裡的話 我就不會在那邊 那麼多難以待會 給他去的地方 工人